我自問EQ也挺高的 我是一個不喜歡吵架的人 以前跟兩個女兒就算有爭執 我還是會回房間 冷靜一下自己, 又叫她冷靜一下 之後我會電郵 或者短訊跟她們解釋一下 大家好好溝通 我想我的EQ本身不是很高的 但是經過我老公的嚴厲訓練 再加上我女兒的延續訓練 我的EQ現在突然高了很多 我個人比較想得多一點 經常都會很緊張 不過在這方面, 我老公EQ比我高 他經常都叫我放鬆一點 所以我真的要多多向她學習 作為媽媽去教育子女 高EQ也挺重要的 今天就說說高EQ媽媽 養小朋友跟家女兒相處 EQ高真的很重要 因為一分鐘令你氣得一吐氣 對… 今天請來雨桥跟我們分享一下 聽說有很多新鮮的 也不是新鮮的 開心甜蜜的負擔 請雨桥的EQ很高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聽聞她老公很能幫忙照顧小孩 因為我先生一直對我都很照顧 我懷孕的時候和家裡的寵物 牠都是無微不至, 一百分 所以我有個錯覺 錯覺應該是照顧寶寶, 沒得拍 很想入小孩 對, 我也喜歡 但結果… 誰知道 但結果是我第一天回家 我在醫院四天左右 那四天都正正常常回家 就一頓眼淚 真可憐 因為我沒有聘請人幫忙 沒有聘請姐姐 主要是長老親戚幫忙 沒有聘請陪月 所以分工會有些障礙 我老公不知道怎樣幫助我 而且晚上當長老回家的時候… 只剩下你們兩個, 打仗… 對, 打仗… 現形… 真的寶寶是初生嬰兒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醒一次 對… 如是一個多月 其實牠也不太能接受 然後很多事情都幫不了 例如… 例如不知為何牠餵奶就喝不完 牠只剩下幾個小時 有沒有換牠嗎 換牠, 穿不了衣服 如果過頭就穿不了 然後一定要選擇扣樓的 但扣樓永遠為何下半身都沒有扣 扣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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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牠平時都看著我怎樣做 也可能看著長老怎樣做 但回來的時候 我女兒就是一個很差的狀態 有的, 牠有嘗試看著你 想著怎樣做 然後做的, 有的 牠不是不管 是做不… 做不到… 做不到 或是豬一點而已 小朋友 有多少個月後 然後你發覺 其實我有些後悔沒有請人幫忙 兩個月 兩個月, 你就知道了 因為也有請到 我有個伯娘過來幫我採月 真的採月完了 就是我自身的 還有長老, 我爸爸媽媽 他們…首先他們全部都住得不近 而且也真的辛苦 原來自己也捨不得浪人家辛苦 所以還是自己抱著抽 第二個月開始, 我不行 我要請人幫忙 其實也是自己的計劃得不周長 而且真的有點失如算 通常女兒都是爸爸的前世前人 但好像你女兒是相反的 是爸爸的前世仇人 這是我笑她們的一個標題 因為之前一直都是我照顧BB多 我打算有一天 想跟她們拍攝一個視頻錄 就是爸爸照顧她一天 我完全不插手, 讓爸爸去做 她首先沒有起床 然後就開始餵奶也找不到 然後那天就精彩了 剛好她有爆片 然後又無法處理 所以有很多很精彩的, 不知為何 寶寶一讓她抱就反來來反去 可能她有瘦骨慘慘的 她就不喜歡她抱 所以我有一連串 就是寶寶很反抗她的畫面 這個視頻很珍貴 對, 很珍貴 她們兩個都很配合你的影片 對… 完全需要我安裝一些陷阱去捕捉她 這個影片很興趣 沒錯, 她們一起來就互相掙扎 聽說你女兒 是遺傳你老公那些非常活躍的, 是嗎? 對, 我女兒也是一樣 她是一個不容易被人蒙魂的人 別以為一兩個月 小孩喜歡怎樣抱就怎樣抱 要打直就打直 奶要溫度, 要這樣就這樣 洗澡那盆水, 它下面有一個溫度計 我真的看到差一兩度, 她就不沖了 真的嗎? 很誇張 因為她好像是超敏感的寶寶 對… 觸覺, 是嗎? 對, 其實我後來才知道 有這些觸覺比較敏感的東西 她們對於不同的質感 尤其是一粒粒的沙紙 是… 或者要踩一些草地、沙紙的時候 就會很害怕 再小一點的時候就大哭 大過溝通到, 你就會知道原來她害怕 那你有沒有試過帶她去沙灘的時候? 有, 哭到飛起, 我最初也不明白 後來也有很多專家指導之下 原來也有很多練習 或者在家裡照顧上注意的地方 可以令她好一點 為什麼會想她好一點呢? 就是因為你沒理由一輩子都看到一粒粒的東西 或者去公園、運動場的地上一粒粒 就很害怕或者哭 她會生活得很辛苦 是的… 她學習也會有影響 所以也要幫她改善這個問題 她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小道具 譬如一些觸感刷 一些特別的按摩 還有少許的通粉、咖啡斗 慢慢讓她接觸一下 慢慢就變好一點 但是先說一下豬隊友吧 好像說考你一個… 我剛才說學校也會出事 是不是有, 學校也會出事 是…因為我先生, 你們如果認識他 可能也會知道 他說話裡有點緊張 所以他就會記定一些答案 就是面試的時候 對… 其實我也會提議他不用記 你沒訓練嗎? 小朋友之前 你先訓練了後期 對 網上班, 有沒有爸爸上的嗎? 對… 沒錯 到真的看到老師的時候 他記了一些東西 就是我的小朋友很喜歡動物 喜歡小貓 老師問到小朋友性格或喜好的時候 他就衝出去 我小動物最喜歡小朋友 我小動物很喜歡 他調整了田前後後 但他只記得大概的重點 但這方面女兒會不會有一點像他? 因為可能女兒就不太會說話 只是簡短而已 但我看見他表達能力 可能也比百分好 幸好 聽妖嬌說 其實做媽媽真的可以很辛苦 所以EQ高很重要 不如我們接下來這一節 看看有什麼嬰兒的道具 可以幫助媽媽放鬆一點 寶寶和媽媽也可以EQ高一點 哄寶寶睡覺 對於很多媽媽來說 都是一個難題 不用怕 現在有很多新出的東西 可以幫忙, 是嗎? 有 比如呢 這個就是電動搖搖椅 以前我們要… 例如一張床像搖搖 我們就搖一搖 自己做, 每一張床像也有 但現在不用, 是電動 對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 對, 袋鼠這個很有趣 不如看看怎樣做 對, 袋鼠這個 有一點… 原來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叫Rockabye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上班, 看到嗎? 平日你們是不是怎樣哄寶寶靈 怎麼樣? 我是手動 是吧 那可不是不是是這樣嗎… 都為什麼… 我小一點 像這個這麼小的時候 這 focus是胖睡著的 是 但後來… 因為她睡得太差 時間很糯狂 經常醒 所以真的其中 正在找一些嬰兒睡眠訓練 嬰兒睡眠訓練的課程 可以看看, 之後推 específic 藉了個床 其實功效不太一般 同樣也差不多 替大家看看 但是她說蠻長加上床 你不用在這裡睡著了 就要再動 再動它 就直接在床上睡著 而且這張嬰兒床有種不同 就是因為它可以設定時間 其實你放進去之後 它最少是五分鐘 就自己會關閉 可能嬰兒搖著搖著 15分鐘左右時自己關閉了 嬰兒便可以安心地睡覺 不用一直搖著它 對 但如果牠一直聽不到媽媽的聲音 可能真的沒有了安全感 但那張呢? 這是幫助的 是吧?這個是不是很有趣呢? 這個原來可以 把嬰兒的哭聲 如果聽到嬰兒哭聲 牠就會播出媽媽的聲音 嬰兒乖,不要哭 媽媽在這裡,快點睡吧 是不是很有趣呢? 嬰兒的安撫功能 對 而且牠有很多音樂給你選擇 有這麼多好的幫手 媽媽哄嬰兒睡覺就不辛苦了